瞎小友 你觉得当今李氏如何 好家伙 这一来就聊这么劲爆的 对于李渊这个口气 甚至连圣上皇上之词是一句没提 皆是李氏相称 瞎人并不觉得奇怪 要不是自家那老丈人造反 人家现在还好好地当着官呢 心里有点情绪 也是正常不过 老爷子看来是心中对那位还存有些意见呢 呵 哪里 事实缘由罢了 当今圣上自然文质武功 明察秋毫 秦政为民 莫非秦皇汉武 也少有人能比奸了 若不是知道这小子 还不晓得自家那逆子的身份 不然还真大有阿谀奉承 巧言富士之嫌啊 呵 就那逆子 还秦皇汉武 莫不是华天下之大鸡 小友的话怕不是有些高了吧 看来这被自家老丈人赶下来的老头儿 对自家老丈人的气儿还挺大 这都过去两三年了 人家这还没放下呢 这倒不是小子话高 不过小子还是想劝劝逗老一句 该放下就放下吧 如今这盛世将其 就算做不了官 咱们做个那富贵贤人 不也挺好 呵 看来小友也算看出来了 哎 没什么 看不看得出来的 大概猜到了几分 小友说盛世将其 老夫可看不出来什么盛世将其之兆 没看那城外 便也将服 百姓傲然吗 这目前外面之情暂且不说 但当今那位自然已经做得不错 登基以来 秦政为民 历经图治 这是有目共睹的 哼 或许是勤勉了些 但其德行有失 小友难道不知 以老夫看 去年那醉己之招 还要加上几条 我爹妈呀 这真的是一句话都不敢说 我还是喝我的吃我的好了 醉己诏 乃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 国家遭受天灾 政权处于安危时 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 或做发生的一种口谕或文书 至于当初李世民那醉己诏 乃当年天灾不断 民间自有非声非语 说当今天子得心不准 杀凶是地 囚禁其父 百姓朝官认为天子有失才如此 在这种封建年代下 自然越传越广 李世民被逼无奈 在一众世家朝臣暗中作梗 以及魏征为代表等建臣 将着脖子红着脸的劝戒下 只有做出最己诏这种权宜之计 这最己诏 也算是除去未水之盟 李世民另一大人声光辉点了 哈哈 逗老 或许你觉得当年罪己招乃当今 哪位无奈而为之 但你可曾发现 那位这么做自然也是有志之才 更也算是极为明君的一个表现 真假 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是什么 是民心 国家最大 而不是君 而是百姓 百姓为本 乃是圣明之君的第一步 那么能甘愿韩区 在天下面前认下这罪行 罪己而照 说明其有民心之本 这还不是明君 是什么 愿听小友高论 二老虽然看样子退了 但一看也是关注朝政的人 应该也知道 自那位登基以来 清遥博税 爱惜民利 商链广开 借车从简 听说皇宫都几年没修 破烂的地方都好多了 虽然这事儿说的是没错 好说歹说那皇宫也是当年朕的地盘 说白了也是朕的家 如今被你这小绿毛说成这样 多多少少有点挂不露脸啊 穷或许穷了点 这个皇帝或许憋屈些 但越是这样 就越能证明其爱惜民利 圣明有道 所以皇宫越破 越是有这个道理啊 而且为政上 皇帝知人善任 刚毅果决 没看当年 为争一部太子与党 只要是有能力的 都同意而论 只要心思纯正 就可以继续任朝为官 这方面已经少有 当皇帝的能做到吧 当然 二位老爷子 或许年纪大可些吧 李渊虽然很不愿意承认 但李渊听着瞎人细细分析下 不得不微微点了点头 不过那脸色还是僵着的 看着李渊僵硬着神色点头 看来自己的思想工作很成功啊 随即继续侃侃而谈 而当年突厥南下 二十万万大军 威力长安之外 渭水北岸 其中细道 我也就懒得讲的 不用说老爷子 也知道 就这些 无论对外武功 还是对内文正 请问 当得一名军吧 虽然自家老丈人老了 或许脑子和人品上 有瑕疵 但这年轻的时候 干得适而确实豪壮气魄 不然唐宗这名头 可不是白叫的 当年突厥兵临城下 李渊自以为朝政内乱 军被罚困 突厥二十万军队举军旗下 大唐威矣 但后来 李世民以己之谋 骑兵巧计 虽有委屈求权之辱 但保住了长安城无数百姓 保下了李唐的江山社稷 李渊也不得不认 威势其功年 所以啊老爷子 论开政权立场 试问如果 无论是当初李建成 当成了皇帝 亦或者他太极宫里面 现在正在唱仇的老爹 还在为的话 他做得到这些吗 这小子口里去言唱仇的 那么不就是老子自己吗 这小子 虽然高材大贤 学识莫测 但这嘴也确实臭啊 来来来 小友说的口乏了吧 喝酒喝酒 臭绿毛 可千万别把话说 太上皇头上去了 不然可得把你淹了 哎 当年这也全 怪不得那位举兵而动 也怪人家皇帝的老子 自己自作自受啊 我特么是白让你喝酒了 你小子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哦 这又从何而论 那李十三子贝契伦德 大逆不道 岂能那太上皇还有错不成 老爷子 我知道 你呀 多半是当年 为哪位半事儿的主儿 说这话 你也别不爱听 毕竟这才是盲点 天下人或许看得破 却说不破的 不如小友说说 虽说成王败寇俨然不惑 但怎能说人家太上皇自己做的呢 嗨 这也算人家家事 况且讨论皇室 可是嘎嘴 我们还是 莫要再谈了 十个妹妹 呦 成交 果然那逆子说的没错 这绿毛就是喜欢美女 到时候让我家柔儿淹了你 老爷子 当年礼堂起义 各地风起云涌 竟相逐鹿于中原 以当今那位为首 南征北战 要说当今大唐 三分之二的版图 都是当今那位 打下来的没错吧 或许外人眼里 那可是天策上将 举世其功 但在有心人眼里才甚得 哦 树大招风 功高震主 马上皇帝之名 焉有来栽 哪怕当初他无心犯上 但有的人该有的心思 自然有 更何况人家当年 仅为秦王的时候 手里便有秦琼 程鸟金 玉池公 李济 翟长孙 张公锦 公孙武达 柴少 曲秃通 张世贵 等等说不完的 这些一流武将 而文有房玄陵 杜如慧 长孙无忌 哪怕这文臣 都是上过战场的狠角色 两位老爷子 如果是你们 温随民主 你们会想你们的主家 仅仅担心为王 所以当今哪位 在大唐出定的几年 便已经不是一个人 哪怕人家 营商力巧的掌柜 也懂得不会用 他人之家的帐国 更何况一个朝廷 所以当初人家 便已经不是一个人的立场 而是一个群体的立场 就算他不做 也会有人推着他做 而这 先放一边不说 你再想想 若是当年 他不断下大业 后面的李建成继位 你认为 会是什么后果 是啊 如果当年 是自家大子如今继位 两股势力围冲 比强其弱 到了最后 除非自己一直看着 否则便必有迎死一生之局 那定然无非也是朝政混乱 大唐内好 不断给他人可乘之机 当初自己确实便有些心思思虑 那逆子有杂心 明里暗里都在巧妙地压制住这逆子 哪怕册封天策上将 至天策府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实则也是让自家逆子明白 只需要有为唐为公 辅索朝政之心思 生无可生 以后也可安于高位 但自家那逆子压得住 但他手下一群虎将为盈 怎可能压得住 因为一旦这样 便已经是彼此为争的局面 甚至 由不得那逆子不争 如此一来 所谓的截律之想 不过笑话而已 原来自己终究是 爱 小友说的 确实在理 为何说这 也算人家老李家 家里是儿的 您想想 那当今皇帝有圣权之功 却又遭受他老子 接连的左右打压 哪怕一个寻常人家的孩子 都会觉得 是老子宠偏了头 更何况是人家 所以啊 这也算人家家里 出了事儿 老爷子 你顶多跟着遭了点灾 人家都看得开 你啊 也看开点哈 当年也确实 为了吻下大叶 三不巧言的逆子 也确实 哎 已是当年是了 这小子后半句 不就是说我吗 老李家争得你死我活 我好好的又蒲叶当着 说没就没了 这找谁说理去 这便是朝廷的党营之争了 很简单 却又很复杂 而且啊 主要当初人家那太子 跟人家过不去 听说暗中下过的 伎俩无数 甚至还用毒酒 差点把如今 宫里那位给毒死 你说人家 慢 嗯 怎么 两位没听说过不成 这可是当年的大瓜 还没人知道 不应该啊 还是这老爷子突然吃到了这么个大瓜 很激动 慢着 夏小友你刚刚说什么 毒死 这 还真没听说过 小友 你怕不是听闻的市井胡言 这话可乱说不得 放心 我也懒得去说 不过 这也是当年密室了 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虽然当年 阎太子与秦王有怨 甚至争斗不少 但从未听过这个案 小友不妨说来听听 老夫也绝不口传外耳 哎 既然两位老爷子 想知道 我也说说吧 咱全就当个乐子听听 武德七年吧 听说当年那太子 派人请秦王赴宴 至于由头 谁知道呢 当年的秦王 在宴上喝下毒酒 独发而作 后来 秦王被人连夜送回了秦王府 幸好秦王命大 吐血过多 稀释了毒性 勉强得以生还 有人说 是有人巧借人手 欲要除去秦王 栽赃陷害李建成 后来还有人说 这就是他那大哥 直接下手做的 嗨 太久了 谁知道呢 李渊听言 满面疑虑 却又满心震撼 这里面听着不知真假 而且还藏有一动 不过李渊也是想了起来 当年李世民是在一段时间 说是重病在身 李渊还亲自登门探望 慰问了一番 而时间不就正好是五的七年 小友这是从何而知的秘心 嗨 当初不知听谁 随口提了一嘴 早就忘了 难不成是那逆子 在这小子面前酒后露言 对了 听闻那逆子说过 瞎人乃现门弟子 有颇学之能 难不成 两位老爷子听听就行了 谁知道真假呢 这咱不做官 就好好在家养老辈 索性喝点小酒 溜溜鸟儿 不香吗 瞎人挑剧的戏言 让李渊勉强拉了个脸色 硬了一下 随即深想下去的心思 也是有些坐不住了 当年 不就是他让三子相争 以利而驳吗 二子李渊急投靠了大子李建成 四子李渊霸从小便 与李世民亲近 各自为赢 争强营动 可最后 却争了得老来无子 求若龙鸟儿啊 小友 今日天色不早 讨扰来 但日后再来与小友喝酒 好吧 两位老爷子 日后有空来 我逍遥轩喝酒 给你打折 对于瞎人的强化 李渊勉强露出一个笑容后 留下了腰间的一块玉佩 瞎人推脱几句 李渊执意要给 最后只有面色为难地收下了 李渊陪记二人走后 瞎人转身就拿着玉佩 对着那太阳 这玉佩虽然他一点也不懂 不过一看也不是寻常货色 精英白柔 质地上场 看来是快而好东西 可算是遇见个 懂得结账的好人了 自家老丈人的人品 这还没人家 一个当年的官而好呢 还皇帝呢 令人唏嘘啊 瞎瞎瞎 救我救我